客家文学家叶日松这次在复理乡老人文康中心盛大展出 叶日松的著作书籍303本 CD30片还有录音带40片以及手稿120件 而这些经典珍藏的作品展即日起为期三周到2月7号为止 开幕这天乡长江东城以及叶日松老师都非常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不管是墙壁上还是桌面上都可以看到满满的书籍 这些都是台湾客家文学家著名世人叶日松的文学艺术作品 特地回到老家复理乡办理叶日松文学展 叶日松将他的一生之作回馈分享给家乡的民众 其实20年前我就已经想到如何将自己的作品能够回归乡土回归故乡 甚至回归到整个的一个台湾 所以后来我写作的东西全部都是跟土地台湾有关 我无条件的将作品写出来 他们用我的诗我都不知道 有的是先展后奏告诉我 其实我讲起来只要是对我们公益大家有关注的 我的作品不要写寿前书 我还是热于建造他们热烈的使用 客家文学家叶日松这次在复理箱老人文康中心 盛大展出叶日松的著作书籍303本以及CD30片 录音带40片手稿120件 这些经典珍藏作品展集日起为期三周到2月7号为止 开幕这天乡长江东城以及叶日松老师 都非常的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这次我们会把这个叶老师的身边的一个捐赠的 所有的书籍还有所有的手杂还有CD片这些 我们先会做一个很很慎重的一个收场余 如果我们这个多功能艺文中心 就是我们这一座多功能艺文中心 如果完工之后的话 今年底会封管到明年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全新的一个拉提 跟这个相关设备的一个施作 这次展览将是对台湾客家文学的一次盛大纪念 也是对叶日松老师精湛文学成就的深切赞颂 让携手向这位文学巨匠致敬 细细品为他带给世界的精彩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 不是坦尾连龙吧 拿完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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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a